今天,去世大家 現在 早上六點 我在大拉吉里 應該是幾千九百多的地方 身體就在那邊了 但是 天氣很差 今天 所有人都撤退了 我堅持到最後一個了 謝謝 Ober 炳哥 我只能繼續努力 謝謝橘子 大拉吉我之前有去過 基本上傳統路線 我大概會有一定的 首席性 所以我跟原子 因為原子已經 不太想要走傳統路線的 他就覺得 新路線或是 不一樣的路線 我覺得那趣味性會比較高 而且是可以跟 其他人拉開來 拉開來就是不會 同時擠在一條路線上 那獨立性跟自由性 自由度會差很多 所以 這也是我們兩個比較接近的風格 那我覺得 這是可以試著玩玩看 對 尤其是 就是 反正我們是 提早去 對 然後我覺得 欸 玩一玩 覺得 被這條路線被打敗了 被打敗了 我們就回到傳統路線 對 就 再去傳統路線 爬就好了 所以這是 我覺得 增加 一個 就是 今年的一個故事性 我這次回來 有一種感覺是 以前所有的 遠生經驗跟 在海外翻燈的經驗 都是為了 到今天這一次 前面的累積 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我一直嚮往的是 這種心態的翻燈 就是 完全獨立完全自主 就是 真的跟 國際級的登山家在做一樣的事情 這樣子 那那條 這條西北人 原本我不知道前面有人爬過 對 就是 我看到資料說 欸 這是 八千米少數還沒有被 玩燈的零線這樣子 對 那他前面有一段難關 我覺得好像是我們可以試的 這是我大概是我覺得最 就是 就是 就是我的 我的生涯裡面 我覺得最接近探險的 一四八三 就是最近我理想中 探險的定義 因為全貌都到底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對啊 沒有人 你要把他挖出來 你要自己去摸手 然後你一切都靠自己 對 就是前面講是新路線嘛 那沒有雪八這件事情 沒有 因為其實你有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你當然你可以去拿新路線 對啊 但是你可以請一堆雪八起來 然後後來還是決定說 就是 就是覺得不能去 依賴外人 對我來說探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獨立 對 就是獨立自主這件事情 對 聽說這個事情 因為台灣以前沒有人做過 這樣子的事情 就是在高海拔遠征 然後離開傳統路線這件事情 台灣是沒有人做過的 然後 像我們以前都會覺得 哇 爬行路線超屌 就是 那是世界級的事情 好像只有 就是 在紀錄片裡面 在紀錄片裡面 看到的人才做不到 對 但我們這次試完 其實發現 沒有想像中 這麼的遙不可及 對 是可以的 然後我們 早上要上去的那個雪坡 剛剛發生了一個 那個雪崩 然後從這裡整個衝下去 不會 不會 沒什麼可惜的心情 因為 本來就預設說 不會登頂這樣子 就登頂是 最好最好 就是夢幻的情況 我們才有可能登頂 對 就是我們本來就是設定說 我自己設了好幾個標準 就是在那個新路線好幾段 那對我來說 我有達到我今年設的算高標這樣子 對 因為那條路線在以前 就只有一對試過 然後他們爬到6800的高度 對 那我們今年是到他們 跟他們差不多等高這樣子 對 所以基本上 對我來說算是 蠻OK的 我自己很滿意啦 對我來說 其實每一座山 就是 不管哪一座啦 其實 我都不會覺得是只要爬一次 對啊 就是每一座 我只要爬過了 其實基本上 我下次都還可以再去 對啊 所以 像去大吉利 第一次也是在7900 對 然後就下來了 然後 然後第二次 Coby 對 然後第三次 想說 欸還是有機會 然後 欸還是一個人 對 然後就覺得 這個是怎麼每次都在這裡都遇到這個狀況這樣子 對 但是對我來說 當時 今年的條件我覺得是更 就是在風雪上面其實是更糟的 對對對 所以整夜在那邊走的時候 你會覺得 那自己一個人走 其實 其實那晚上其實對我來說其實不差啦 嗯 我其實走得還蠻開心的 對 就是會覺得 蠻好玩的 你會覺得 整個山區就你自己一個人在裡面 這樣 然後我就可以慢慢的去體會那種 嗯 真正的要solo 一條 不同路線 那個難度 那個精神狀態 其實是要非常強重 那心理素質要非常強重 對 那是不是像我們一直在移植的路線上面 所以當我們去開發新路線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說其實就很夠了 嗯 對 因為我們就是要 要展現這個態度 甚至我們可能是要 當第一個去做 然後讓未來的年輕人也好 或是讓別人知道 這是 相信這是一個新的可能 對 對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就覺得 那我就盡力做好 我能做 是 那遍 那幾天 這有 演算 有 在 沒有 calculations 感谢观看